暑假结束 意味着一帮新生学子要收拾心情上学 Gigi 闫明熙和占天文 两位中学生都不例外 在开学日还忙过不停 他们早上伸穿校服做过乖学生 下午姚身一变赶到文化中心 联同闪静峰为Johnny Im 和指挥家廖国敏的音乐会彩排 起床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很期待 因为暑假只是维持了一个月 所以没有很期待上学 但我觉得上学时很平常 很快过完学时就立即上学 就没什么感觉 今天第一天开学 也比较欢乐 看到各位同学 迫着我的东西是什么 走错课室 我打算走去四楼 因为那时候我们全部五楼都在 平时我没有什么留意 有个朋友跟我说 我说可以在下面录制一班 然后我说谢谢你 然后我走回去 说回这个音乐会 是与香港管言乐团合作 三位的心情都说既兴奋又紧张 非常震撼 因为是第一次唱是围绕着自己的 和管言乐团合作 你应该不是第一次的 没错 上次是和赵申去老师 今次是和Johnny 之后两种非常不同的感觉 当然地方也不同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在这种场地去演出 但是踏入场地的时候 怎样都会有一点震撼的感觉 所以也会有紧张的感觉 我当然没有Windy那么多的经验 第一次真的和乐团合作 还要管言乐团 真的有点担心 尤其是第一个演唱 我走到演唱会的时候 真的被震撕的感觉 假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